大家都在努力把手机做大的今天 他却坚持把手机做小 没错 现在我手里的就是2024年 你能够买到的为数不多的小型旗舰 X200 Pro Mini 真的难得 他在尽可能把机身做小的同时 配置依然非常的Pro 他最吸引人的 肯定就是这个好的爆表的手感 精致小小的造型 一拿到手里面就再也放不下来了 特别是这个猛男狂喜的鹰粉配色 从AG磨砂玻璃到雅光金属中矿 都透露出一种国里国际的高级感 更加离谱的是 这么小的尺寸里面 他还塞进了一块 5700mAh的蓝海电池 已经超过了很多重装水桶机 话重点 蓝场给大家名字的是X200 Pro Mini 为什么中间还多了一个Pro呢 这就要提到 他强到炸裂的旗舰影像系统了 尤其是这颗X200 Pro同款的菜丝大地主摄 在这个级别可以说是找不到对手的存在 即便是光线不足的阴天逆光 也能够拍出这样的唯美人像 更加离谱的就是 他的小妹爸险望长江 主打的就是一个氛围感拉满 小小机身也能够拍出爆赞朋友圈的绝美大片 而如果你用他来拍出一个微距 他的解析力也是秦始皇墨电门 已经麻了 连花蕊中心的绒毛也能够拍得清清楚楚 属于是一个降维打击的存在 整体性能就算和一众的安卓旗舰去对比 也不会需要任何人 其实有那么一刹那 我会去想既然都要mini了 为什么会把它干脆的做的再小一点 搞成三星S8那样的尺寸 mini的更纯粹一些 但是这样一来 5700毫升刀电池 200多万跑分的天际9400 堪称灭霸的前望长焦 这么多东西怎么塞得下呢 就像我们的人生 永远不要去假设 如果当时做了别的选择会怎么样 而是拥抱现在 我们此刻用的就是世界最美好的礼物